妳想幫我分享一下剛才看完珠寶這點心情 我覺得 大自然真的是最好的老師和靈感來源 那在裡面 不管是珠寶或者是 就是高定的服裝 都看到很多植物啊 花卉果實等等的元素 那我覺得很美 就是你會感覺硬邦 就是很堅硬的元素 跟很柔軟的元素完美的結 介紹一下今天出席晚店佩戴的衣服 我今天佩戴的這一組是 白鑽和祖母綠的搭配 那這個元素呢 其實是非常柔軟的蕾絲 那我覺得蕾絲是一種 非常脆弱 然後比較難成型的一種布料 可是用這麼堅硬的珠寶去做呈現 我覺得很有挑戰也是非常有趣的組合 那 現場沒給朋友 這邊 你曾經在那個紅寶箱裡 在散場那邊 戴起來感覺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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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那是不是這一次系列 這樣會不會 覺得自己很像是一個很剛毅的女王 那 紅色同時也 表現了生命力嘛 還有王者的感覺 可是它那個紅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紅 它會有好幾個色度的紅 然後高低錯落 就是感覺很像是 好像是灑在雪地裡的紅色果汁 我覺得很美 然後 那個渲染的感覺也很驚人 對 那你平常也是剛毅跟柔美的一個特性嗎 你是說媽嗎 對 我是 就是白臉半黑臉都是你 嗯 可以喔 剛剛有說像我這一套是女王 那你覺得現在這一套是什麼 什麼類型 現在這個比較像是一個 伯爵嗎 女伯爵 對 一樣貴氣 但是 多了一些柔軟 對 青蔥翠綠 對 你現在買東西會想要傳承的事情嗎 呃 傳承 我覺得有 物質跟非物質的 那非物質的我們當然可以 傳承給它比較 正向或起碼中立的價值觀 那一些 對 它能夠自己生存下去的技能 那 物質的話當然就是要兼具 兼具藝術和保持嘛 對啊 對啊 那我覺得珠寶就是蠻好的選擇 那我們差不多嗎 OK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老公會送珠寶嗎 有啊 那 那 那 分隔兩地 人互相視訊一下 對 所以當時一起看演唱會是 媽媽回來 對對對 對 所以有小約會 知道嗎 要啊 那我們差不多囉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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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謝謝 謝謝